它要做,它就做最高端的 那你要最好的手機 你要最高端的手機 就到我華為來買 三折手機 你要能夠折疊起來 沒有痕跡 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華為他們做出的叫做水滴型軸塵 這樣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的折痕又不會很明顯 華為次之人民幣百億元 所打造的鏈秋湖研發中心 以蘋果加上微軟 在西雅圖的總部都還要大 我們來看到的是華為的消費者業務CEO 余辰東他首次對外透露了 接下來華為的新一代 三折的手機的規劃 已經出來了 業界說接下來9月份就會來發表 和蘋果的iPhone16系列 形成了一個激烈的市場競爭 這一支要價不菲 接近人民幣2萬元 換算新台幣9萬 遠遠超過iPhone的一個售價 說是要來體現華為現在 在大陸自己國產的一個 頂級技術跟創新 我們也來看到這個機構做的預測 說2024年折疊手機的出貨量 1780萬支 其中我們也看到了這個 佔智慧手機市場其實非常的少 只有1.5% 但是還是要來搶佔這個市場 目前的傳統智慧型手機動輒10億支 這麼高的一個銷售量 但是華為還是想要來搶三疊機市場 背後到底看到了什麼樣一個 非常大的驅動力 華為本來在中國大陸的手機市場的定位 它就是一個高端的手機 高端而且高階的手機 所以它跟一般的平價手機是不一樣的 如果大家到中國大陸去逛一下那個手機店 你就知道說你走進了華為 隨便一支手機恐怕那個價格都比 什麼OPPO、VIVO、小米的最高等的手機還要貴 那麼所以呢 它這個手機價格是差很大一段的 就是OPPO、VIVO、小米最貴的手機 可能還比不過這個華為的最便宜的那支手機 那為什麼呢 這就是華為它當時在手機市場做一個自我定位的一個角色 就是它要做它就做最高端的 那你要最好的手機 你要最高端的手機 就到我華為來買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華為除了成為中國大陸這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之外 它成為民族英雄之外 它也在手機市場裡 你手上拿一支華為手機 就好像你在這個 在外面走行走的江湖的時候 拿了一個名牌包包是一樣的道理 就感覺說你這個身份地位就特別不一樣 因為手機特別貴 然後呢 那當然這個華為第二點就是說 現階段這段期間 雖然我們看到的這個折疊手機的出貨量 只有1780萬支 可是事實上 這個折疊手機它有它一定的市場 就當時這個 我記得是從Samsung開始推折疊手機 大家都覺得折疊手機可能嗎 這有用嗎 但是其實有很多人為了流行 為了要炫耀 會覺得我的手機就跟你不一樣 我是折疊的 所以有一度那個Samsung的折疊手機很流行 就是很多人為了拿來不要說炫富 就拿來炫耀一下說 你看我的手機就是可以折疊了 那麼它變成是一個很有趣的玩具的概念 所以當時就開始不斷地推廣流行下去 然後你就看到Samsung一代一代的折疊手機 那中國大陸也很厲害 中國大陸一看到這個折疊手機有市場 你就看到那個OPPO小米 他們也在做 而且OPPO小米的折疊手機呢 比Samsung便宜很多 我也去比過那個價格 那價格差太多了 那折疊手機的關鍵問題就來了 所以你說華為為什麼要做折疊手機 那當然第一 折疊手機如果看起來它是一個趨勢 也許有件逐漸擴大的趨勢 而且各位知道現在已經不是什麼二折了 現在還來三折 現在要三折手機 就拉開來三折手機 那麼三折手機現在也要準備到市場上來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華為不可能放過 因為我剛才講了 華為自己定位是高端 是流行 是身份的象徵 那既然這麼多人都在追求折疊手機 他們有理由不做 那麼更重要的一點是 折疊手機大家一直都覺得說 折疊手機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嗎 就是一個螢幕而已 但是其實不然 折疊手機還不好做 折疊手機它大概牽涉到三個關鍵技術 第一個關鍵技術 還是最簡單的就是螢幕 大家覺得螢幕最難 可是螢幕最簡單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折疊手機 都是用OLED的螢幕 或者用到AMOLED的螢幕 事實上手機的螢幕是一層一層的 所以一層一層的螢幕 你要能夠折疊起來 然後最後還要沒有痕跡 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這已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但是現階段其實已經有很多技術都可以功課了 所以你說螢幕其實不是最難的 最難的接下來是什麼 散熱 就當手機你折疊起來的時候 跟一般的單支手機要散熱 的能力是差很多的 所以很多人拿折疊手機 拿著拿著 可能也沒幹什麼事講個電話 手機就很燙了 因此手機在折疊之後的散熱的技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就哪一家公司能夠克服這樣的技術 它的這個折疊 比如二折到三折 二折就已經散熱問題了 到三折散熱問題更嚴重 那你要怎麼解決 這是第二個這個技術 最難的技術 手機裡頭 折疊手機裡頭 是什麼 是軸塵 各位知道什麼叫軸塵 就是我折起來的時候 我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又有人說叫鞋鏈 就像門跟門之間的開合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軸塵 這個軸塵的技術是最難最難的 因為軸塵的技術會關係到 你這個手機折疊的時候 你的螢幕會不會折出折痕來 那如果我們看一下傳統的 Samsung的手機 它叫做U型 它是U型軸塵 所以U型軸塵的折法 就是這樣折下去的時候 它有兩個缺點 第一很容易會有痕跡 所以大家看早期的 神送的折疊手機 如果你朋友有的話 你把它打開來多折 你就看到中間有一個痕跡 淡淡的一個痕跡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它折起來變得比較厚 就是有的時候你看 現在二折三折手機 拿起來厚厚的一個 像跟那個電視遙控器一樣 太厚了 因為你是U型軸塵 可是中國大陸的手機廠 包含華為 他們發明功課的這個技術 他們做出的叫做水滴型軸塵 所以水滴型軸塵的好處就是 它的螢幕可以貼密合 所以密合之後它的厚度 相對來說就變得比較薄 然後它水滴型軸塵在後面 所以因為這個水滴型軸塵 這樣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的折痕又不會很明顯 所以其實以折疊手機來說 最難的是軸塵的技術 所以我覺得華為 以它的身份地位 它的江湖的這種地位來說 當大家都在做折疊手機 而且折疊手機 有這麼多關鍵技術 必須要去攻克的時候 它當然也提前佈局 是 華為看出來在技術上 尤其是在三折手機上面 克服了許多的困難 所以可以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們持續看到這個 除了三折手機之外 最新華為這個新的研發基地 更是花錢不手軟 這是華為次之人民幣百億元 所打造的上海青浦計畫 日前宣布 終於正式地完工了 也是華為目前最大的 在國際上的研發中心 他們取的名字叫做 華為煉秋湖研發中心 其實很好聽 佔地2600畝 比蘋果加上微軟 在西雅圖的總部都還要大 這個加起來都還要大 那預計可以吸引3.5萬名研發人才 2024年底正式營運之後 會佈局在晶片開發業務 包括華為旗下IC設計公司 海斯半導體跟5G 6G無線技術 到整個下游的智慧型手機 跟智慧汽車的零件的發展等等 這一次的研發項目 我們沒有去討論什麼 超級高階的先進製程奈米 而是轉去非常focus 在剛剛提到的半導體 5G 6G甚至是零件 手機零件或者是電動車零件等等 這個會成為接下來科技跳躍的 一個重點嗎 有沒有什麼樣的風險呢 總緯老師 我想就是中國大陸現在的發展 它的下一步會以這個半導體的開發為主 大概會是一個趨勢 那所以他們這些大廠 現在砸比較多的錢或規劃 大概都是在這個上面 就是半導體它幾乎是 所有這些電子零件的基礎 那現在看起來 就是說它弄了一個這個 上海青浦計劃這個是 如果它建成 就是現在已經落成的狀況底下 它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 類似的園區 就是目前全世界最大 當然它也是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個園區 那這麼大的一個園區 它的風險會在哪裡 當然就是我們把雞蛋 放在一個籃子裡面的時候 其實如果它失敗 那這個整個籃子的雞蛋都會毀滅 可是我覺得從客觀來看 它會 我會覺得它成功的機會會比較大 因為它並不是第一個 華為所設立這樣的園區 在2015年 當時在東莞就是松山湖 華為也設立了一個這樣的園區 在2018年就完工了 完工到現在 也就是運作了大概有六年的時間 我相信華為一定 從這個經驗上面發現 這是一個成功的模式 所以它再複製到 上海的青浦這邊來 那這個園區非常的大 它裡面還有自己的小火車 然後還有巴掌 這也就是說它就有一點像內部的一個捷運 那當然它希望留住這些人才 讓這些3.5萬人的這些高科技的人才 都可以在那邊非常安心的居住 或是在那邊的工作 那這裡面不光是中國大陸本地的人 認證非議的講法 它至少要吸引700到800個 就是外國的頂尖的科學家 進到這個園區 那我相信它會開出這個數字 應該跟它的東莞經驗是有關係 所以我也相信這些事情 後來是會發生的 那所以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個當然機會就在它大 因為大的話它可以 它不像資本主義國家 它是市場發展出來 像我們竹科 它是很多很多的協力廠商 透過市場機制變成一個聚落 但是他們比較習慣於計畫經濟的 這種思維的話 就是以大取勝 但是它整合了這些 各式各樣它所需要的廠商跟人才 那我覺得它的這個未來機會也在這 因為它大 但是它的風險同樣的也在它很大 那萬一沒有弄成的話 它本身也會是一個風險 是 謝謝總問 好 華為又中槍囉 最新進展傳出 德國也要出手了 要棄華為五年內分成兩個步驟 兩個階段 要徹底把華為 從德國的5G核心網路當中 剔除 西方國家到底在擔心什麼 那問題是我們從美國打華為的例子來看 一路這樣看下來 華為好像就是它越打它 它越奮發向上 華為的成熟晶片製程 現在說推進到了5奈米囉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德國政府最近這樣的一個最新的公佈 他說他要棄華為 當然不只是華為 他點名就是中國大陸這些企業 華為跟中興都在他點名的範圍當中 五年內完全禁用 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先到2026年 2026年前當地的電信商 所以你必須把華為 把中興這些大陸企業製造的技術設備 從德國的5G核心網路中移除 先是技術設備 2029年前 零組件通通也不能用了 接下來呢 包括大陸製造的天線啦 書電線這些零組件 也必須完全排除在外 好那大陸的回應是什麼呢 大陸駐德國使館就說了 你們每次都說是國安 但是國安是不是只是個藉口 是想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視嗎 我想先問一下這個大使 我們一起來看 其實怎麼強調呢 因為基本上每次都說國安 每次都說華為 是不是有這國安疑慮啦 有間諜疑慮 可是都沒有實質證據拿得出來 那所以呢 幾年前其實德國就說 他要進華為了 問題是困難很多 為什麼 華為的5G設備 給大家一個數字 在德國佔比高達六成 你把它全部禁掉之後 你的替代品是什麼 你還能跟誰買這樣的一個服務 會不會到時候就斷訊了呢 大使你怎麼看 我想就回頭 回頭你剛剛講的一句話 替代品很複雜 你把它這個華為的這個 或中心替除掉 說得容易 可是當然誰來替換 這個替換的這個 通信商或管理商 有專家已經估計出來 至少50億歐元 50億歐元的代價 這起票 這是財政上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個人覺得 從內政上來看的 這次主要是為了 德國裡面的 通信業者的一個措施 內政部長來宣布 不是經濟部長 也不是他的蕭茲總理 是內政部長 因為他內政部長 也涉及到管理 他一些內部的 所謂的通信的安全 通信的業者這些人呢 可能是跟蕭茲的 這個未來的選情 有一點關係 因為蕭茲我了解 蕭茲在德國 或在歐盟內部呢 他的民調很低 很多人反對他 那麼中央也許有些內政的考量 所以把這個口號 先喊出來 2026嘛 2029嘛 這還沒發生嘛 然後全是說 我是跟你們一掛 所以這些通信業者的選票 可能占大多數 所以蕭茲為了要 就是 Please這些業者 就是口號 但是能做得到 不容易 第一個我舉個例子 在實務上做不到的 像華為 德國是什麼工業最強 汽車工業 對 那麼德國現在有幾個 像奧迪 像Demmler 這兩個汽車工業的 華為呢 他都已經長期大概有 他的設備 這兩個汽車 大概幾乎八成要靠 華為的設備來 所以你就把華為去掉 那通信業去掉 那下一步呢 那你不把汽車業 這是連帶關係的 不是橋歸橋 路歸路 所以這個執行上 是有它的難度很高的 所以呢 然後呢 目前呢 全球呢 全德國有 大概將近十萬個 所謂的這種 這種行動通信的那個贊 但是呢 華為它的 它的贊比率 剛剛講已經六成多了 所以目前 取代它的可能性不大 但我個人覺得這是 這是 而且這個德國呢 它現在就是 我講的話 就是中國的成語說 德國這樣做 開始其實德國 跟中國關係是不錯的 從那個蕭茲 過去這兩年 先後訪問兩次 訪問北京 帶來都是大批的 德國的 產業界的領袖 一起去訪問北京 還引起歐盟內部 都不滿 對蕭茲好像比較輕忠 這是內政部長 所宣布的說 為國家安全的需要 這個是很 很苍白的一個號碼 什麼叫國家安全 那定義何來 所以因此呢 總而言之呢 它將來執行的可能性 而且前幾 萬一今天要是 川普又上來之後呢 整個情況 又等個為之批變 所以呢這個 是不是能夠做得到 能不能執行的成功 而且你剛剛講 有些還有些 這個華為這兩年 已經被磨成一個 不敗的 一個不敗的 一套農藥 它一直持續 連Economist 兩個月前 封面就是說 西方的這種 歐美的這種 要扼殺華為的這種 跟西方的 那個業者的聯繫 根本不但沒把它消滅掉 反正讓華為 它產生更大的創意 更大的 它業績越來步步上升 好的確 那大使我們起來看 其實還有個最近消息 我們看大陸 大陸官方有這樣的一個回應 這是大陸官方的回應 怎麼說呢 你要禁我是不是 你要把我全部剔除 是不是 但也很好笑啊 你看喔 這個大陸的環球時報 這樣的社評說 接下來你知道嗎 6G其實在世界上 已經開始開跑 很多人都在研發6G了 你西方世界還在糾結5G 你現在說5年內 把我剔除 問題是到了2029 2030年 那時候可能大家都已經在用6G了啦 5G可能已經慢慢又要視為 現在這世界跑很快的 環球時報說 6G賽道已經開跑了 你還在糾結 中國的5G社評 其實在全球領先的 中國再接再厲 往前推動 都已經到6G技術研發囉 有些國家還在糾結 這個5G技術 到底該用哪家公司的啦 所以其實怎麼講 也是蠻諷刺的 那當然我們跟劉老師 一起來討論就是說 其實教授我們在上半年 就講過了 華為真的很厲害 越打它 真的就越奮發向上 它的半導體技術 你真的不容小覷 上半年我們提到的就是它的 智慧型的旗艦手機 Mate60 那時候推出還帶著它的業績 持續往上攻高 現在又來囉 欸 Mate70馬上喔 據傳啦 9月份會出來 打的是蘋果嘛 就是蘋果對打 那我們來看到它接下來 這個Mate70能夠搭載 哪一些的相關系統 這個最新的手機 接下來可能採用的是 中芯的5奈米喔 上次只是7奈米 再往前推進囉 5奈米要出來了嗎 欸 不知道喔 看它接下來手機推出就知道 而且它的性能 會超過高通驍龍這個 八第二代 那科技報導怎麼說的 說這個Mate70 Mate70的這個智慧型手機 會搭載新處理器 是麒麟9100之外 會由中芯的5奈米 來打造出它的這個晶片 它就超過高通 再來它說中芯會用DUV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生子外光 而不是EUV來生產 所謂的5奈米製程 因為現在大陸是用的是DUV嘛 雖然說高成本啦 低量能 但是這樣的突破 能夠讓華為縮小它的 處理器性能的落差 牛老師你怎麼來做觀察 華為真的是越打越厲害嗎 對 基本上我會認為 就是說手機的推陳初心 或者是整個的一個升級來講的話 其實對手機的品牌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行銷的一個事件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新手機 比如說2023的時候 華為的Mate60 它就造成相當程度的一個風潮 那今年的一個9月 它就應該是要公佈它的Mate70 那Mate70來說的話 就手機品牌的一個邏輯 跟市場的一個觀察來講的話 都會不斷地推測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新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技術 因為通常來講的話 會有區隔前一代的一個亮點 好 剛剛師分也有提到一些 相關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說今天它這個處理器 如果在升級來講的話 或是在功能上面 去超過高通的整個 驍龍8的第二代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有相當程度 立於不敗之地 所以在這整個行銷 或者是網路的一個聲量上面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種拉伸 直接刺激銷量 那所以呢 就手機品牌的一個 Lunch新機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亮點 絕對可以滿足這整個市場的一個需求 不然的話 它在網路上面 升量 負評就會大於正評 那在行銷的一個拓銷力道上面 也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局限性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 其實剛剛師分已經有非常非常清楚提到 這次它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性能 新的一個處理器 麒麟9100來講的話 傳說是由中芯5奈米的一個晶片 來做一個打造 那所以市場也有傳說相關的一些資訊 也就是說 因為中芯它沒有辦法取得所謂的一個 極紫外光的一個圍影的一個設備 它所以用的是一個深紫外光的一個曝光的一個曝光器 藉由整個這個多重圖形推進到5奈米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成本沒有辦法跟一般的一個量產 先進製程晶片的一個量產的一個邏輯去做比拼 那但就是說呢 從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脈絡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華為它的一個 這類型手機的一個處理器的一個升級換代 反而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幫助的 那所以從這些市場 它所釋出的相關資訊來看的話 其實外界對於這整個9月會Lunch出來的 整個華為的Mate70來講的話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期待 這也就是說一般來講的話 手機的一個新產品 它要推出的一個過程中間 或許都會用所謂飢餓營 飢餓行銷這樣的一種邏輯 我釋出相關一些資訊 讓你會覺得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手機跟其他的一個競品 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區隔性 那你對它這個興趣就會滿滿 那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確實華為在美國不斷打壓的一個過程中間 還是體驗出了一個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脈絡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講回來 美國這個圍堵先進製程的一個晶片 包括它這個設備來講的話 不能夠輸往中國或中國的一個廠商 這部分我覺得是美國不得不然的一個作為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美國如果祭出這些相關圍堵的一些政策來講的話 我都不一定能夠圍堵你華為或者是中國的企業 自己研發高階的一個晶片的一個製程 那遑論是我不圍堵 那我今天美國圍堵來講的話 對我美國有一個實際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我至少可以延緩你中國這些相關高階晶片 追上我美國的一些時間的一個range 那所以從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對美國當然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利多了 是可是大陸市場你要說你真是又愛又恨 你真的不能放棄它為什麼 這個老師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艾斯莫爾執行長自己說的 多關鍵呢 艾斯莫爾執行長這樣說 包括德國車廠在內 他說全球晶片買家你都需要大陸生產的傳統晶片 為什麼 因為西方國家的投資不夠 所以目前就連歐洲他自己一半的需求 他都沒有辦法買足 你需要他供應 再來你也需要這個買家的存在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說了 中國大陸今年投入晶片設備 會佔據全球32%的份額 這個會位居全球市場領先地位 沒有辦法動搖的 所以基本上現在從艾斯莫爾執行長的談話 到國際半導體協會產業的預測 這在在都是顯示什麼意思老師 我想大家必須要有個認識 承認我們剛剛討論的半天 這個華為中心它也就是相當爭氣 但是沒有產業是不能取代 但是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你要由誰能取代 假如人家可以取代華為 老早就不會等五年了 立刻就要把華為禁掉了 所以它有它真正的不可替代性 但是江山帶有 財人出一代新人換舊人 我們要仔細想想看 當年Nokia多囂張 對不對 Kodak的多囂張 後來他不願意去做那個電子攝影 然後還維持在膠片 最後就被複射彩色 這個追過去了 NetScape當年是最好的瀏覽器 最後不也要消散的 全路這個當年在那個就是傳真機上 或者這個複雲機上那多好 所以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是我們證明了一件事情 政治力的介入不足以完全扭曲 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則 所以這個大家將本求利 你還是要靠市場的利潤來支持你 所以北京擴大這些產製的能量的 這個晶片設備的採購 並不代表他會放棄繼續研發 而且整個製程 成如剛才澤軍所講的 這個就完全是自產權自主 自己的製程自力更生 然後去掌握所有生產要素 不要去受制別人 然後讓整個工序全部 所有環節能夠掌握在自己 然後其中包括原料 機具 技術 專利 資料 數據 環控 品管 對不對 總而言之 這個因為一直是被封殺 從這個兩旦一新的時代到現在 但是我想最重要一個關鍵 我們覺得觀察的這個視角 要從哪接入呢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高科技展業 能不能帶動其他的業者搭配跟進 而且它有沒有能量 建立所謂的規格的話語權 這怎麼講來呢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都知道 華為提出鴻蒙 對不對 然後希望不要再仰賴Android 對不對 大家市場要用 對 問題是有沒有很多的APP 全部都這樣跟進 有沒有人家都跟著去做 所以我們今天有看到 當年的蘋果跟DOS在那邊對打 後來Windows跟蘋果在那邊對打 所以這個現實是非常殘酷的 你假如不能領先 對不對 落後就是挨打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中國大陸 即使今天看那個講說 今天32%他拼命在載購 現在是因為求得到你啊 Asmore不是傻瓜 對不對 周有一天他不求到我的話 不僅一腳把我踢開了 在7月4號這一天 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世界人工智慧大會 即人工智慧全球治理高級別的這場會議呢 在上海是開始 世博中心這邊正式的開幕展開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國務院的總理李強怎麼說 他特別提出了要推動普惠發展 還有呢他說要來填補智能鴻溝的發展原則 李強也特別提到說 人工智慧啊是為了人類的共同財富 必須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建設 讓更多的國家都能夠共享人工智慧的發展成果 注意了他是講共享這兩個字 等一下我們會來特別的關心 而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的是巴西的部分 巴西級的金磚國家新開發的銀行行長呢 他是羅塞福 則是在李強後他就致辭了 他說我們現在南方國家缺乏的資訊基礎設施 和必要的技術去支持人工智慧的發展 因此呢是必須要特別來依賴這些 已開發經濟體的人工智慧技術的 我們看到剛剛特別強調 不是說這共享兩個字特別的關注到 還有他強調李強說的普惠等等 都是大陸AI發展的主軸 但是我們也知道另外一頭 美國近期強調的是在AI方面 要做一個高度的監管審查等等 形成強烈的對比 現在要來看中方在創造一個沒有輸家的AI世代 是否有機會行速一個全然不同的發展路線呢 大中老師怎麼看 對 第一個是這一次在上海所舉辦的 這個世界人工智慧大會已經是連續第七屆 第一屆是在2018年舉辦 那這次的規模當然很大 大概有五百個廠商 而且中國大陸內部的跟國外的廠商 大概有各自各辦 那裡面重點大概是包括像是大數據大算力 人型機器人還有我們大家很關切的一般人 比較重視的自動駕駛 那它大概有四個部分 包括所謂的這個論壇展覽還有競賽 還有民眾比較在意的可能是新生的體驗這四塊 那大家都很關注嘛 因為AI其實現在是兵家必爭之地老實說 因為所有不管是台灣全世界各地都在談AI 其實是個綜合國力前沿的最重要的象徵 所以大家就會很好奇 就是李強這次的講話 他基本上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深化 創新合作跟交流 它裡面講的地方是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優勢 有的國家可能在科技 在創新 有的國家可能在數據 大數據 有的國家是在人才或教育 所以應該是結長補短 互相合作 這其實是無可厚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講的是 推動普惠的發展 填補AI的落差 如果是講白花文就是說 因為在AI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每個國家的發展其實是差別非常大 甚至不齊 因為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或是低度發展中國家 其實AI變成它一個再一次落後的領域 所以李強用的字眼是離線狀態 其實就是我們來講就是沙漠狀況 因為以前很大提的地方是什麼 經貿 基礎設施 投資 或是氣候變遷其他領域裡面 這些國家反正就是已經屬於落後 需要大家關心的這個局面 那現在這更 在新的領域裡面 其實李強講的地方是 應該讓更多的國家能夠享受到 AI的發展成果 而不是因為有新的領域之後 它成為這些國家反而成為 再度落後的一個荒漠地帶 其實這項其他法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而且這也是聯合國 我覺得也是這一屆的聯合國裡面 非常關注的重點 第三個是我覺得是 真正關鍵在這邊 就是民意上我們可以講 這叫做全球治理 國際合作 那其實裡面牽涉到的就是 共同的法規 規範跟治理 這個就是目前來說的並家必見之定 因為AI的發展我覺得是機遇跟挑戰並成 不是只有好 那很多地方譬如說要如何監管 要譬如說如何處理身衛 隱私保護 數據的安全 智慧才安全 這個現在就已經是包括學術界 還有倫理道德的問題 那這些地方其實 美中之間我覺得現在是既競爭又合作 怎麼說 因為五月份的時候 美中雙方才在日內瓦開了 第一屆的政府間會議處理AI 這個是在去年的舊金山峰會裡面的共識 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很多的議題要討論 能不能形成一個全世界都能夠公認的規範跟制度 其實這裡面我覺得美中之間未必完全相同 就像剛才主神所說裡面提到 而且這種不相同我們完全不陌生 因為前幾年在講網路世界的時候也是 什麼定義網路主權 中國當中有自己的看法 美國的看法 也有點像是太空領域的進出都是 所以在目前來說 AI我覺得現在真正關鍵是全球治理跟國際合作 重點就是全球的法規如何制定 聽誰的 如何達成共識 聯合國一定是一個場域 但在聯合國場域之外 美國 中國大陸還有歐盟 還有其他比較先進的國家 應該有一個共識 但是這是一個充滿崎嶇的過程 需要討論 那中國大陸的想法 剛剛特別提到 美國可能有美國的想法 他認為屬於比較部分領先 可能對其他的國家 會採取一些比較更加強調規範 所以我們值得有待觀察 好 美中都想要成為AI的一個先行者 剛剛特別提到 大家也都在想要制定一個法規 給其他的國家未來都可以做一個 共同制定的參考 這一次的這個年會 這個大會 我們也知道說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說 這個參展規模 企業術等等 都是創新高 非常非常多的廠商到場 創歷史新高 會上去教有哪些東西 我們帶大家稍微來看一下 這當中包括大語言模型 算力 機器人 自動駕駛 在現場總共展示了百款的大語言模型 其中50款都是新品 知名的廠商也包括了百度 阿里巴巴 騰訊 華為 商湯科技 中國移動 中國電信 還有中國聯通三大營運商都在場 我們要來看為什麼中方能夠在短短時間內 展現出在AI領域的高度應用 如何讓美方對AI晶片的制裁是在做白工 委員怎麼解讀 對於中國在AI上面的努力 有三大特點 第一個部署的早 它其實起步的時間並沒有落後美國 所以你看看當時的華為 中國移動 他們講的說我們開始部署的時間 都幾乎跟Microsoft 跟其他的Amazon Google Apple 時間並沒有差距太大 都是相互在兩三年中間就開始部署了 大概在2010年前前後後的時候部署 第二個特色 樣式多 就是說你大語言模型也好 你算力機器人也好 每一個種類的樣式 可以說百花齊放 所以樣式多 很多的競爭的生存機率就會比較高 第三個規模大 是每一家公司都用龐大的研發經費 這種大規模企業的這種運作去經營 所以它很自然的就會遍地開花 所以它佔有這個應用化成果的三大優勢 可是這些語言模型算力機器人類好 自動駕駛是有很多的比較高算力的晶片 來支撐著 早期中國進口這些晶片問題不大 美國發現情況不對就開始禁止了 開始的禁止現在是中國在晶片方面 要努力去突破的地方 那突破的地方 不管是原來的CPU突破 大概比較不困難 那GPU方面要把它形成更好的晶片 當然美國目前是跟中國來相較的話 是有一點距離 就是比中國還快了一點點 可是快了一點點 不是美國每一家公司都快 就僅僅有一家公司快 就是NVIDIA快 就是NVIDIA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看 我來舉個例子 這個OpenAI 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因為現在被認為 所有的模型裡面最成功的是 OpenAI公司的Chair GPT 這一款目前是比其他 稍微前進一些 大家也是開始趕上去了 那它是用誰的晶片設計出來的 它當時是發包給NVIDIA設計出來的 結果我們就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這個Microsoft公司的股票 當然是因此而漲 可是更經典的是什麼 當時OpenAI模型剛發表的時候 以今天的回算的價格 NVIDIA當時的股票 一股才11塊錢美金 注意到11塊錢美金 昨天多少 128塊美金 等於漲了10倍以上 同樣的時間 英特爾不漲 英特爾那個時間28塊 昨天30塊 英特爾這時間沒漲 Samsung沒有漲 Samsung是用寒環算的話 當時大概是差不多在800 現在也不過是1000 這個差距都不大 然後AMD漲三倍 所以也不算多 那有人說我們台積電也跟著漲 因為NVIDIA發包給台積電 那台積電漲兩倍 500塊漲到1000塊 漲得還不多 有人講說台積電 我說台積電還輸給民進黨的黨營失業 雲爆能源 雲爆能源漲更多 漲得快四倍 那為什麼股票來形容給大家 就是因為他們只有一家領先 不是一整個國家領先 美國不是整個國家贏中國 是一家企業贏了中國最領先的企業 了解 所以這個時候中國未來 在晶片上努力 華為已經在做晶片設計的追崗 然後這個中芯國際在半導體製程上的追崗 那晶片設計中國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先講純就晶片設計已經沒有問題 卡就卡在這個製造這個過程 那也因此 這個美國政府要趁這個機會 明明中國已經快趕上去了 就故意設下一個障礙 讓你不能夠貼身超過 目前是在這個狀況 但我認為 最可靠的說法就是黃仁勳 黃仁勳講法說 你不讓我賣給中國 三五年他都趕上來了 這是權威之言 他自己都擔心了 他自己都擔心 還有呢 更擔心的是誰 艾斯摩爾 他現在動不動賣一台光刻機 這個旗艦型 要到達4億美金到3億美金左右 那如果中國做得出來的話 就搞不好變成面粉價了 所以艾斯摩爾也覺得說 能不能給他更多機會賣給中國 但是中國可以爭取時間 提早來發展這個壓壓 可是美國政府偏要卡著 我認為卡是卡了三五年 但是我覺得美國政府這種卡 美國自己付出的成本大 而且最後結果會做白宮 因為中國已經拼命去突破 就像太空計畫一樣 突破了以後就是面粉價 到時候艾斯摩爾 一台光刻機本來賣3億 搞不好1億就差不多了 就擺平了 那中國就擅長物聯價美 至於這個NVIDIA的晶片 現在已經很夯很貴 這個價格頻頻上漲 中國如果其他的華為晶片 如果速度再趕上來一點的話 那我想這個NVIDIA的晶片價格會滑落 好要發展這個高階的AI 剛剛委員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要需要這些比較高階的晶片 華為跟中芯國際現在都正在努力當中 不過在發展到這些應用面之前 其實都是要靠這些基礎理論 基礎科學才撐起來的 所以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的是 這位是華為的總裁任正非 一行人他們先前訪問了四川大學 那任正非他特別提到 我們畫面上來看到 他說華為他雖然是一家科技公司 但是他的基礎研究 目前只有在應用領域有一些的探索 大量的預研究 特別是在基礎理論 是與全球及百所大學合作 要來彌補自身的不足 再來我們來看到一個數據 是來自於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做了一個從2014到2023年之間的統計說 大陸總共提交了38000項 深層是AI的相關的發明 但是同時間美國是6200多項 所以現在目前大陸還是居全球之冠的 我們來看到是華為訴求在院校合作 那剛剛專利也看到了 數據上確實是比較多 中方在AI的研究能量上 到底有什麼樣的特徵 我們來看看整體的脈絡 接下來會跟美國在AI領域 有可能並駕齊驅嗎 老師怎麼看 華為老總任正非到四川大學開獎 訴求要院校合作 為了未來發展 要公司跟大學合作 這是模仿美國的勞碌 那我們知道美國目前在軍事 科技還有經濟 甚至影視娛樂還有流行化 都是世界第一 背後是有個高等教育在支撐 也就是說美國很多第一 背後都有一個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系統在支撐 那像國人熟知的 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 甚至史丹福大學 普林斯森大學 還有各州的像 密西根大學 NR分校 甚至賓州大學 教育大學 UCLA 或是博克萊分校等等 都是每一年跟政府拿了大量的一個研發經費 那政府立向由大學來執行 那我們國人所熟知的一些 這個美國發明的黑科技 像是電腦 Computer Internet 網際網路 還有我們現在的這個行動電話 5G通訊 沒有一個不是政府立向民間引發的 所以美國能夠目前能夠呼翁喚雨 仰仗是高等教育實力 那當然國人對於四川大學比較陌生 因為可能第一距離 事實上他是 應該說中國西蘭半壁最好的大學之一 也就是所謂的985 還有21工程的雙一流大學 也是中國教育部 他拔尖的一個重點發展大學 那他在理論科學方面 還有應用科學方面 都有非常紮實的基礎 所以任正非來這邊開獎 這樣道路是對的 不過剛剛主持人提到這個AI的專利數據 其實在這十年之間 中國方面有三萬八千項 等於是整整美國的一個六倍 那當然有它的意義 不過這意義是有限的 所謂的意義在於說 證明AI產業在中國 如同雨後春筍一樣 非常蓬勃的發展 所以各種專利紛紛冒出頭 而且申請登記 但是這些專利終於要業界採納 而且能夠投產才有用 那目前在這方面應該是美國還是第一 那當然剛剛蔡委員講到 中國在AI方面也是起步早 我們擋個比方 就跟中國最新銳的 航空母艦福建艦 是採用電池彈射一樣 因為它如果採用蒸氣彈射 美國人老美在這個領域 製造跟運用幾十年了 你不可能敢上 所以進入一個全新領域 美國領先有限 所以進到AI領域之後呢 美國領先趨勢就比較小了 所以在這個藍海裡面 中國可以好好發揮 那目前我們講 應該是小步快跑前進 美國還在前面 那中國不敢說超車 但是估計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這個並駕齊驅 那我們回頭看我們自己 看看別人現場自己 因為確實GPT所帶領的這個 AI生活應用 變成一個非常普及流行的風潮 那台灣政府在去年10月 我們的中研院 中研研究院也推出一個 繁體中文的大型語言模組 也是類似CHGP一樣 可以用繁體中文來進行這個問答 結果第一天就犯車了 因為當時有記者提問 你是誰來創造的 他回答是上海復旦大學的自然語言 處理實驗室 那國家領導人是誰 他回答是習近平 國慶日是10月1號 然後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等等 後來才發現我們用了這個模組 裡面的資料庫跟引擎 是跟對岸的合作或買的 那在這個AI浪潮裡面 台灣今天能夠要能夠站起來 而且影響世界到底是要競爭還是要合作 我想華為的案例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任務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特別致電來祝賀說 大陸建設了航天強國 還有科技強國 又取得了又另外一個非常標誌性的成果 那曾經和強而6號合作的 這位是義大利的研究員 他則是認為目前呢 登月爾記的分排上的比分呢 是4比0.5 他說現在呢是由中國大陸領先的 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美國的進度了 美國其實最近呢 在高科技領域則是頻頻受挫 這個是波音公司的這個太空船 星際飛機經過多年的延遲 再加上發射前他出生了機械電腦故障 兩次喊咖 終於在6月5號正式的 將這個星際的飛機送上太空軌道 進行第一次的載人飛行任務了 長河6號突破了航天科技的這個進度 我們看到NASA這一頭 確實有許多的問題說返回地球 日期要延後 美方月球探測 現在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雲中老師 事實上剛才介亞史提到 正和下西洋 那我們藉由這個歷史 其實剛好扁出美國 現在它這個為什麼 好像被中國反超 就是因為它現在 所有本來這個科技活動 或是這樣子一個太空計畫 它被政治干擾 那什麼叫被政治干擾 像我剛才講說正和下西洋 原先如果正和的船隊 它是往其他方向前進的話 可能地理大方向是我們中國大發現 那現在美國它就犯了同樣的問題 比如說剛才我們提到 波音的太空船的星際飛機 那個波音的飛機在地球都飛不好了 你看門都這個破了跳下來等等 那但這個時候也不是說朝向 因為我們科技是講這個確實的結果 那我回到剛才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美國它 這個被政治干擾很多 因為事實上 當初的美國人登月的時候 其實首先是蘇聯 那時候是蘇聯 蘇聯它首先開發出 可以登月的火箭 所以那時候美國人召集了 那後來蘇聯在1990年解體之後 美國人反而就不繼續這個太空計畫 那我們就有一個有趣的比例 比如說美國好像在做這個太空計畫 它是好像在跑百米 然後後面他就 因為沒有對手他就不做了 那我這邊也提供一些這個數據 跟實際的發生的狀況 供來賓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參考 美國在2014年是小布希當總統 那時候他就宣布一個 太空探索計畫的三階段願景 然後05年的時候也推出一個叫星座計畫 一直標榜就說要讓美國太空人重返月球 還要建立基地什麼等等 但後來歐巴馬上台後就把它廢除掉 那到了那個川普 川普我們知道他講話都會講得很偉大 什麼讓美國再度偉大 他還甚至提出說讓月球再度偉大 那時候他簽署了一個太空政策一號指令 Space Policy Directive 1 要做什麼2017年一上台 他就說要不但把太空人要 美國太空人送回月球 他還要這個做這個太空站 就是這些各式各樣的計畫 那後來當然就是拜登上台以後 那民主黨他比較關心切問 又把這個計畫退除掉 所以這個本來科學跟經濟的原理也是一樣 你就是不能中間中段也不能跳躍 也不能說突發奇想 但事實上美國也不是完全是這樣 因為像我們知道很熟悉的馬斯克 他一直推出這個SpaceX 就是說美國他這種尊重經濟的原理 然後重視科技 他還是在民間是很發達 那比方說這個SpaceX 他之前推出這個 就是傳說所謂興建 那他是可以宣稱說再超過100 雖然後面是失敗了 但是我剛才提的意思就是說 不能政治掛算 因為政治掛算的話 他就會中斷 他就會意識形態 那美國現在為什麼被中國反召 他就是面臨同樣的一個狀況跟問題 是老師又怎麼看在這個科學研究的方面 中方有怎麼樣的強化跟轉型 因為這個問題如果說是以整個科技來講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大猜問 那我們還是接續現在這個case 那這個就是說以大陸最近這個登月的這個成績 我這邊我用三個特徵形容 就是現在中方 就是大陸他們的科學研究跟發展 他不拖三個特徵 第一個叫務實 第二個他是有步驟 而且他永遠不放棄 繼續跟世界跟西方取經 這個什麼意思 比方說當初他們其實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 在那個1992年前後 那時候其實就有大陸那邊的科技人建議說 在五年後就是1997年的時候 要發射一個火箭 然後帶著一個有中國標誌的鐵的物質 到這個月亮上 然後慶祝97年的香港回歸 結果沒有這個報告到了中央就被否決掉 說明很早很早之際 大陸他就是務實的在看到科學發展 就是不要那種政治掛出來的 拍馬屁那種文化等等 統統不要 那後來他們開始這個長俄 這個幾號幾號這樣登月的時候 他們制定了一個非常務實的 分為繞落回三個階段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繞 然後你要讓這個火箭能夠落地 也能夠回來 那在2020年之前 他們那時候只認為說 我們只要達到在月球採樣的 採回樣本的目標就可以 那事實上 現在是2024年 他已經達到了 那如果這樣計算來講 在過去這二十幾年 就像我剛才的行動 大陸他這個有關的科學發展 他不但是務實 而且他也有步驟 而且他不斷地 還是保持一個開放跟國際合作的態度 像人民日報曾經就有刊登過一個相關的文章 他呼籲什麼 比如說我剛才提到SpaceX 對不對 那他是美國很強大 民間的力量跟優秀人士 那大陸他人民日報官網 他也說我們拜託拜託不要一直 這些你們這些大的互聯網巨頭 不要一直都低頭看這個人民幣 是不是你們抬頭看一下月亮 學學美國人 所以這種種種要素就促成了 因為今天這個成績會說話 而且剛才我講了說這三個特徵 也說明他們這種科學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 他是依循這樣子非常理性的 合理的規律 是好 謝謝老師的補充 好 關心完整個太空 我們來關心到這產業消息 華為宣布投入16.6億美元 在上海設立研發中心 全力要打造是先進晶片製造的設備 還有EUV曝光機 我們看到就在中國大陸致力在打造 它的國產EUV同時 現在看到誰未來 看到一些半導體傳奇人物 有台積電研發674之一的林本堅 他怎麼評論 他特別說 當年他曾經率先研發193奈米的 浸潤式微影設備的技術 靠著DUV就讓艾斯莫爾 帶來了大力度 而且打敗了當時的競爭對手 就是日本 時刻我們把他拉到今日 他對於中方目前自主發展設備 最後一里路並不悲觀 理由是什麼 我們看到畫面上林本堅怎麼說 他說艾斯莫爾接下來要面對的風險 不是只是說可能會失去中國大陸的市場 導致半導體科技轉緩 他也認為未來如果中國大陸半導體廠 自行開發出另一套製程設備 是有可能反過來和艾斯莫爾做競爭的 這節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 大陸在沒有EUV的狀況之下 能多快實現晶片自主化 還有半導體推手梁夢松 將如何帶領中國大陸實踐 國產晶片自主化的大夢 這位教父他不會擔心中方沒有設備停擺 如何研判華為距離自主的設備 還要多久時間 衛員 首先我們談一下林本堅 是一個半導體科技界的傳奇人物 他曾經在很早之前寫過一個論文 這個論文是從哪個概念來的 我們只要把一個筷子放到水裡面 你會發現說筷子會折射會彎彎的 而且會放大 這個理論在基礎在於說 光線到了水裡面的波長會縮短 一縮短的話解析度會提高 這個很簡單的物理學原理 他都想到一點說 那我們在做這個半導體晶片的這種屬刻 就是要把線路刻在半導體上面的時候 如果在鏡頭跟晶片中間放上水的話 那會不會使得光線波長的縮短 使得這個解析度提高呢 理論上當然可以 但是他一寫出這個論文 大家都嘲笑他 那個叫什麼 叫做白雪公主的夢 可是經過他奔走的話 當然張宗某竟然相信 他跑了十幾年沒有人理他 張宗某相信了 請他回到台灣來 開發靜論式的圍影技術 然後就找上艾滋摩偶來做機器設備 所以艾滋摩今天發達應該感謝林本堅 就是因為有這種靜論式的圍影的技術 再加上利用了德國蔡司光學的這種鏡頭 使得原來的光線可以使用到的所謂深紫光 進一步到了極紫光的一個地步 那中國大陸懂不懂這個道理 懂啊怎麼不懂啊 那以前沒有人相信 中國大陸每個人都相信 再來就是中國大陸有全世界 所以僅次於台灣的DUV的機器 它現場有機器 所以要逆向工程 要固執難度就會降低了 你說哎呀 美國禁止蔡司 把鏡頭賣給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自己來啊 蔡司的鏡頭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靜論式的這個機器 機台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從DUV 要把它固刻出一個 艾滋摩偶水平的一個光刻機 難度不高 所以當時美國禁止這個 艾滋摩偶賣機器給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跟大部分的看法一樣 大陸三五年都可以追上來 道理就是 你如果完全從一片荒蕪之地去摸手 那當然困難重重啊 你現在是看到說 這個原來介大使長成這樣子 我就用3D類印把介大使給類印出來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啊 那所以華為投資了這麼多錢下去 應該很快會後來居上 中國大陸的DUV機器 我預計三年內一定出現 那至於極齒光啦 EUV啦 它的挑戰是因為有些專利是在美國手上 這是比較囉嗦 所以中國要繞開這個專利 去把DUV的光源給製造出來 那這個艾滋摩偶自己講 大概五年吧 所以如果真的中國大陸可以製造機器的話 這個機器會變成麵粉架 現在DUV一台多少 一億五千萬美金耶 貴得不得了耶 然後EUV更貴 幾乎到3億到4億美金 現在又在漲價 因為什麼 哇 三四億美金 三星也要買 台積電也要買 很多工廠 而且主要是Intel也要買 Intel吹牛說 我有新的製程 配合上這個最好的光刻機 我可以打敗台積電 當然當機電為止 還是口頭上有這種成績而已 那中國大陸一定要靠自己 這個就像說你轟炸機沒有自己做 戰鬥機沒有自己做 航空母艦自己做 太空站自己做 商業休想辦法自己來 中國人不能期待美國有任何善意 他要打壓在這個產業 但是只要中國人一突破的話 那個DUV一台至少會打對折 會很便宜 那很便宜的話 我們的半導體的生產成本 就會大幅下降 不要現在 跟那個輝打買一個晶片 動不動都好多萬塊 然後那麼貴了 他成本低得很 所以利潤高得很 就造成現在輝打股票一直漲 我們當然不是說輝打股票不要漲 但是你可以不要賺那麼多 所以讓我們整個人類共享 科技發展的成果 所以中國如果在光刻機突破的話 會為人類帶來更大的幸福 會讓半導體科技界 產生更多的產量 好這件產業消息我們來關心的 科技大廠華為 真的想辦法要吸引更多的這些開發者 可以加入整個鴻蒙系統的生態圈裡面 他現在把腦筋 動到了中國大陸最受歡迎的APP 也就是微信了 好我們今天要來關心的是 外媒蓬勃的報導說 華為跟騰訊達成了一帳 即將達成一帳 應用內交易的一個協定 初步規劃的內容可能是華為同意 不向騰訊收取任何微信APP交易的費用 而作為回報呢 騰訊將會來做維護 還有更新微信上面的這些應用程式 來促成雙方合作的這個重要關鍵 就是因為在去年 微信的業績表現相當亮眼 包括了微信還有WeChat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月活帳戶數13.43億 而騰訊2023年第三季度的財報電話會上 也曾經披露當季的微信小程式交易金額達到了1.5兆元 最近我們關心如果華為和微信簽手 華為也有和蘋果進一步競爭的底氣了嗎 好來看到APP Store 所代表的是軟體多樣性 那蘋果手機成功的關鍵之一就是因為有這個 這位華為和鴻蒙聯手 有辦法可以發揮1加1大於2嗎 劉大使怎麼看 當然啦 這個主要是對於華為的鴻蒙系統有利吧 因為事實上我覺得華為現在這個鴻蒙系統 它基本上這個主要的競爭對象 那個Android跟這個Apple的System 那兩個都是非常非常怎麼普及性很強的 所以它是開放性普及性 你知道任何一個這種所謂的平台 手機的這種這種平台 這種所謂的這種作業平台 你第一個你內部的這種使用的功能越多 然後跟其他的應用程式的或者應用系統 這種互聯性越強 那你使用者對消費者來講 它就更方便 對不對 你如果說你今天這個平台上 這個也不能用那個也受限制的話 那我當然我去用比較方便的平台 那我就用Android 那你Android事實上的話 那你這種搭載Android手機 它就比較好賣 對不對 那鴻蒙現在在打造這個 現在華為在打造鴻蒙的話 那在中國大陸市場 現在它是怎麼樣 已經快要變成這個 所謂的高端手機第一名 可是說在中國大陸市場的話 最大的一個怎麼講 提供各種所謂的這種 平台上服務項目 所謂這種應用程式的話 那這個微信是一大 一個很大的一個系統 所以它就願意跟微信成為怎麼樣 我免費讓你上我鴻蒙 鴻蒙不 這個微信不只上鴻蒙 微信也上哪裡 微信也上Android 微信也上這個Apple的市場 蘋果手機 你知道它今天微信上蘋果手機 它要付那個所謂的 付那個就是說 所謂的那種費用 使用費三成 你的收入的三成是被Android 跟這個蘋果手機抽掉的 那今天華為跟鴻蒙就說 我讓你免費 過去本來要抽20 那意思是什麼 今天華為的鴻蒙 需要更多的這種 已經在市場上很成熟的 這種應用系統 那微信就是一個 那就是在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要拼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鴻蒙現在基本上 華為打鴻蒙的話 它即使在國際市場上 還受到很大限制 因為它手機就賣不出去 美國根本不給你買 不給你賣 可是光中國大陸市場 是世界最大的高端手機市場 它先在中國大陸市場 先站穩 然後把這個鴻蒙的系統 靠著市場廣大的用戶 把它這個系統支撐起來 然後發揮起來 然後鴻蒙還搞萬物互聯 它將來它的載台會比什麼 會比這個 會比Android跟哪一個 跟這個 跟這個 Apple 強 Apple放棄生產電動車了 將來 汽車就是一個最大的載台 也就是說 終端裝置已經不是手機了 汽車是終端裝置 那你今天中國 華為現在不斷在推展 它的鴻蒙的 所謂的智能駕駛 智能座艙 這都是鴻蒙系統 將來它的鴻蒙系統 它的服務範圍更大 不只是支援手機 不只是收益人PC 不只是支援所謂的穿戴裝置 它還支援車輛的上面的 各種的這種應用軟體的話 那它的競爭力就會增強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它還是要擴大它的怎麼樣 它的這個平台上的 使用的應用程式的量 所以它就願意給這個微信 幾乎是免費使用 基本上就是免費使用 是 我們可以看到鴻蒙它的應用 越來越多 剛剛大使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收這個佣金的部分 蘋果的部分是收大概30% 那鴻蒙現在是說華為要給的 就是20%這麼一個低的佣金 有效嗎 這樣可以讓這些遊戲商 或者是這些遊戲軟體商等等 電影會來下這個訂單嗎 老師怎麼看 那當然會 其實鴻蒙它的應用商店 它降低的佣金到20% 那當然無疑是對這個遊戲的開發者 是一個強大的吸引力 這種吸引力能提高 開發者的獲利之外 它也能促使它的 這個遊戲的質量的提升跟多樣化 尤其我在這個大學教書 其實學生是大學生最大的用戶 每天看學生在弄手機 我也在學習 但是更多部分是在玩 這個所謂的手遊 那因此我看如果說它能夠 從大學的面向來看 因為大學生畢竟是他們主要市場 那當然能夠滿足這個 這個主要這個手遊的 這個消費者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雙贏的局面之下 那當然這個鴻蒙應用商店 它這一次這種方式 那當然就能夠有這個 有效果來吸收大量的開發者進駐 來進一步推動 這個華為生態系統的發展 跟它的壯大 所以是一種雙贏 好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的手遊 現在其實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去年就是實現了1240億美元的一個收入 它在中國大陸在全球遊戲收入當中 佔比是最高的 達到了三成這麼高 我們要來看接下來 中國大陸的遊戲產業 能不能持續的蓬勃發展 另外呢 揮答其實我們大家知道 它過去也是一間做遊戲顯卡的 有沒有可能複製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從這個大陸的遊戲產業 帶動整個科技的發展 委員怎麼看 最近大陸有一封很重要的一封信 在網路上流傳的就是 我們是不可能創造出黃南軒這樣的人出來的 因為遊戲產業在中國大陸 雖然很蓬勃 那篇文章裡面就講說 但是中國大陸是沒有辦法創造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官方 家長 還有這個學校 都對那個學生去玩遊戲 是用非常的不支持 非常的反對的這樣的一個態度對付的 小學生 中學生 那這個三位一體啊 官方也好 學校也好 家長也好 都在打壓都不允許他們去玩了 可是這個也是很矛盾 你從另外一個去看 中國大陸遊戲產業為什麼會那麼勃勃發展 每一年 像在廣州 就很大規模的那個遊戲機產業 在那裡產了 全世界的那個廠商都到了 那台商在那邊是有很多位置 我曾經有機會 臭小去參觀了 那個是打 那個場面比台北以前在世貿辦的 不知道大多少倍了 另外還有非常有意思 包括台商在內 你們要申請在海外 去辦那種遊戲機的那種展示啊 機器的展示等等 政府是拿錢貼補你去的 所以台商參加那邊去辦那個 廣交會會場上辦那個遊戲機的那個展示 我跟你講 是可以向中國大陸政府申請補助的 同樣的台商 當然包括大陸廠商 你要到海外去辦這樣的一個展覽會 大陸的政府也出錢補助 而且補助的費用是很高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矛盾 大陸你就要去調節 你對這些廠商辦這個展示會 推動這個遊戲機的遊戲的這個產業 你大量的補助他們 一方面你說學生們 你們好好讀書就好 不准你們玩這個遊戲 電子遊戲再不准你們玩 有一點矛盾啦 可是我如果是家長的話 有些人爭執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先